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白宫今天召开全球防疫峰会 拜登总统宣布再捐赠5亿剂新冠疫苗给低收入国家 这让美国捐赠的疫苗总数达到11亿剂 趁着联合国大会召开之际 白宫召开全球防疫视讯峰会 有超过100个国家国际组织 非政府组织药厂等代表与会 拜登呼吁全球领袖共同合作 期望全球70%的民众明年能完成疫苗接种 终结新冠疫情并重建更良好的卫生安全 为下一次大流星做好预防与准备 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承诺将捐赠6亿剂疫苗 是全球疫苗捐赠最多的单一国家 前总统川普控告侄女玛丽和纽约时报 称他们参与阴险密谋 不但获取他的税务资料 并求偿1亿美元的赔偿 现前纽约时报应揭露川普财务状况的调查报道 获颁普利兹奖 当时普利兹奖委员会赞扬这一报道 戳穿了川普自称白收起家的说法 并揭露一个充斥逃税行为的商业帝国 纽约时报此前报道 川普从他父亲的房地产帝国获得超过4亿美元 其中多数都是透过逃税漏税等不发手段取得 川普的侄女玛丽出出揭露 川普等家人骗走了他准备继承的财产 川普在长达27页的诉讼文件中指出 被告参与阴险狡诈的密谋 以获取机密且高度敏感的记录 他们利用这些记录追求自身利益 并错误地将其公开合法化 他们是受到私人恩怨的驱使 联邦调查局昨天宣布 在怀俄明州一处国家公园发现的女尸 证实是失踪网红佩蒂托 法医处不研判是她杀 而死亡原因等待最后掩饰报告确定 佩蒂托11日被家人通报 失踪由于整个案子过程 曲折离起各大媒体真相报道 22岁的佩蒂托与她23岁的男友 朗德瑞6月底开车 畅游各大国家公园 并记录旅程过程 上传社群网站 不过朗德瑞9月1日 却独自一个人回到佛州北港的家中 女方家属10天后报警 女儿失踪 警方9月11日 接获女方家人报警后展开搜查 并宣布朗德瑞 被为此案的利害关系人 朗德瑞拒绝与警方合作 接着17日也被家人通报失踪 下落不明 目前警方仍在寻找朗德瑞的下落 骑在马背上的边境巡逻人员 挥舞着套索阻拦和驱逐 试图进入美国的海地非法移民的照片 在网上广泛流传 引发舆论哗然 沐总统和警力谴责了南部边境官员 对待海地移民的方式 并支持对那里发生的事情进行彻底调查 国土安全部也表示不容忍 虐待移民 我们非常认真的对待这些指控 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格兰迪表示 他对美墨边境超过1万4千名 非法移民营地的恶劣环境感到震惊 格兰迪还表示 美国对非法移民进行的大规模驱逐 没有审查他们的保护需求 可能违反了国际法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